注意看,这是一场载入史册的篮球比赛 亿万球迷共同见证了中国南篮历史上最巅峰的时刻 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更是难以言喻 曾经我们以为这是中国南篮崛起的起点 但未曾想到它竞成了巅峰 这一战便是令无数国人久久无法忘怀的 08年北京奥运会南篮小组赛 由姚明率领孙岳一剑连珠方宇等黄金一代 大战科比率领的詹姆斯韦德波什等组成的全明星梦之队 接下来就让我们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篮球盛宴 比赛一开始中国队变拔得头筹 姚明和孙岳挡拆连线直接三分空心入网 这一球也是把五颗松球馆的上万名球迷的心直接点燃了 不过随后科比变连线魔兽霍华德 直接上演双手报扣给予回应 8分05秒姚明和孙岳再次挡拆配合 孙岳后撤在三分线外顶着霍华德命中 回过头来詹姆斯突破分球 霍华德造成孙岳犯规并打尽 7分24秒 詹姆斯抢下篮板一条龙反击 直接上演霸王硬上弓 撞到姚明打成2加1 不得不说詹姆斯这冲击力真的太可怕了 6分45秒 朱方宇站出来强势回应 领着詹姆斯直接强投三分命中 紧接着中国队完成抢断 意见联合孙岳快速反击 但球还是被基德切掉 幸好一键连巧妙的一波让孙岳轻松上篮得分 6分23秒 詹姆斯再次突破 就算面对姚明内线的高度 还能调高弧度打板命中 5分40秒 科比试图挑战中国南篮的内线 姚明直接送给科比一记火锅 让他尝尝中国巨人的味道 不过紧接着詹姆斯便以一记钉板火锅给予回应 4分58秒 王世鹏通过姚明的掩护直接甩掉韦德 把球传给机会更好的孙岳 但可惜没能命中 对方收下篮板后迅速快攻 保罗一记妙传 助攻詹姆斯再次上演战斧爆扣 紧接着科比终于得分了 保罗传球给左侧45度的科比 直接在三分线外一米跳投杆拔命中 孟八南篮的得分还在继续 韦德抢断王世鹏迅速反击 直接上演双手贯框 但是中国南篮临危不乱 在三分四十秒 陈江华通过姚明的掩护 强突内线吸引对方四人的防守后 将球分给右侧空位的刘伟投进三分 而紧接着发生的这一幕 更是让现场上万名中国球迷都沸腾了 陈江华顶着科比的全场领防 先是一个转身带过半场 紧接着又是一个加速集停加背后运球 直接甩掉孟八领军援物科比 然后直杀篮下轻松上拦得分 陈江华面对科比毫不胆怯 打出了自己高光时刻的同时 更鼓舞了中国南篮的士气 希望现在国家队的后卫有空多看几遍 此时距离第一节结束还有33秒 伴随着霍华德的一记暴扣 首节战霸16比20中国队落后4分 但中国队这一节的表现可以说毫不逊色于孟八 来到第二节 王世鹏通过王志志的挡拆掩护突破分球 传到左侧等待的朱芳宇手起刀落三分命中 回过头来闪电侠韦德又以一个背扣还以颜色 8分40秒 陈江华面对韦德凶狠的防守再次被运摆脱突破分球 但姚明三分未能命中 不过王志志积极拼抢拿到篮板二次进攻得分 8分20秒 中国队抢下篮板迅速反击 可惜刘韦德上篮让詹姆斯双手拦截 后者直接长传给到韦德轻松单手扣篮得分 随后又是孟八长传反击 詹姆斯助攻霍华德扣篮 7分20秒 珠芳宇借助姚明掩护湖顶三分空心入网强势回应 6分50秒 姚明帝为单打霍华德直接召派勾手命中 然而中国队的追分高潮还在继续 姚明再次给孙岳掩护 后者果断出手又是一记三分进账 直接把分插抹平回到同一级跑线 4分50秒 中国队前后出现了两次失误 而且都是科比完成快速反击得分 直接上演了一场漫发狂舞 4分15秒 李南和姚明打出三角配合 先传吸引防守再回球 李南空位三分稳稳命中 不过随后孟八南篮打出了一波进攻高潮 先是詹姆斯快速反击如同猛兽 一般强突内线打成2加1 意见联想拉都拉不住 随后积德不看人传球助攻波时 篮下得分 紧接着詹伟连线空接单手批扣 随后科比和詹姆斯轮番炸框 孟八南篮的反击速度真的太快了 又是一记长传 韦德再次助攻波时爆扣 1分35秒 王志志捉住大打小的机会轻松上篮得分 终于打破这段时间的得分方 回过头来韦德马上 以一记漂亮的转身跳投给予回应 1分10秒 王志志和姚明利用内线的优势 直接在对方篮下翻江倒海 造成詹姆斯犯规 姚明两罚全中 一转眼闪电侠韦德又跑到了最前面 直接顶着姚明上篮得分 随着刘伟突破造成犯规两罚一中 半场结束中国队落后孟八南篮十二分 但已经在家门头打出了我们的态度和气势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继续带大家看一下半场